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对项目融资有了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初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想来看一看 那么项目融资它到底有哪种具体的方式 我们说来运作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就是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 政府主导的模式 那么政府主导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那我们说传统的你可以听到我们之前讲过地方债 我们也知道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通过地方融资平台 那么通过地方政府来发债 那么由完全由地方政府来主导 或者说是他下属的控股的或独资的这些企业 向银行贷款 那么通过传统的政府负债的这种模式 那么来运作整个的一个就是项目的情况 那么包括资源的开发啦 包括城市的基建啦等等这些情况 好那么都是通过我们说传统的这种模式 来完成的这个项目的建设 那么政府的主导的这种模式有什么优点呢 它当然是有一定的优点的 一个就是完全是政府主导嘛 那关系就很简单了 那么政府呢就是组织安排 那么整个的一个运作的环节 那么相应的就是涉及到就是政府自己内部的关系 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不会涉及到跟社会资本的这样子的一些谈判的这些问题 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说到的 那么因为它就是运作关系简单 所以说它的速度可能往往是可能会可以加快 就是我们说的 OK那么我不需要处理这么多关系 我不需要谈判了 那么我说就是要去运作 那么去建 那么OK那么就可以开始建设了 那么整体而言呢 那么我们说 那么而且呢项目呢可能需要很多的钱 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信用都是比较好的 我现在发地方债 那么要进行融资 一般呢就是都能够比较快速的 就是进行一个融资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的 以政府主导的模式 它是有自己的优点的 但是呢反过来看 它也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缺陷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政府的财政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如果说所有的基建类的这些项目 资源开发类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项目 都要国家就是通过就是财政负债的这个情况 那么来支持 其实它的财政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就是这个是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瓶颈和压力 当然了中间还涉及到很多 我们说建设的就是和运营的这种责任不清晰 资金运用的这个效率低下 甚至浪费的这个情况 那么也是存在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说的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模式 它虽然说呢 就是也完成了很多工作 而且现在有些 就是我们说的很多 整个的一个项目 也都还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模式 但是现在我们也很鼓励 很多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这样子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都有哪些 首先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说到的BOT的这个方式 为什么叫做BOT的这个方式 你看它的英文 其实上就是它英文的首字母的缩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项目融资的很多方式 其实为什么都有各种各样门类的方式 那么都是用它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就是来 就是总结出来的 所以你一旦看到这个缩写的模式 你大概就会了解它的运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BOT这个模式 就是Build Operate 最后是Transfer 就是我们说的 首先有建设的这部分 经营的这部分 最后还要转移的这部分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政府呢 就是通过招标 把整个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就是基建类的项目 授权给这个项目公司了 那么就通过这个项目公司 进行整体的一个运作 那么运作过程中 首先呢 就是我通过贷款啦 就是包括资金的融资 我可以把这个项目建设起来 接着我是有特许进行期的 这个特许进行期 往往是在10年到30年之间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我就是可以运营它 我通过运营 运营是有收费的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项目运营就有大量的收益 那么我通过收益 那么进行还贷 包括进行就是我们说 获得合理的利润 最后 那么我们再移交还给政府 那么把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特许进行期 结束之后 把这个项目还给政府 那么所以说呢 BOT这个项目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以特许进行期 就是它这个operate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我们说的 这个项目公司 或者说这个就是 投资人 那么往往呢 它就是有社会资本背景的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整个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说实际上呢 它就相当于就是把整个的一个基建设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权 那么有期限的抵押 那么就是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项目融资 我们还是强调 那么因为是BOT的这个项目嘛 就是这种运作的方式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就说 首先呢 就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 那么就授权了 那么授权了之后呢 当然 OK 那么项目就展开了 就是项目公司就展开了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那么首先当然还是要建设 那么开发运营 最后就是transfer 就是转移给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再来具体的看一下哈 这三个过程我们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这三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建设 运营 或者说最后是转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建设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说 在建设的这个过程之中 那么这个项目 那么就是从无到有 我们要建设起来 那么通过就是我们说的政府授予 它这个特许金权 然后整个的一个安排 承担相应的风险 开始开发建设这个项目 接着我们说是运营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运营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说的 十年到三十年的这个期间 那么我通过就是整个的一个运营 得到的收费 一方面我是可以还贷 另外一方面我还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呢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利润不是这么理想 那么我有可能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 那么最后呢 是我们说的当特许金期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说我们要无偿的转让给政府 这个是我们说的BOT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历史上呢 就是其实上是有相应的 就是BOT的这样子的项目的 其实BOT的项目很早 最早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 沙头角壁的这个电厂 那么1984年就改革开放 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 OK那么就实践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香港的合合实业 那么最早呢作为社会资本的引入 那么跟我们的政府 那么合资呢 就是我们说建立了这个 就是这个电厂的这个项目 那么其实上还不止 那么在同一批 就是首批的这个BOT的试点 还包括这个来宾B电厂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就是我们说的 这样子的BOT的项目 那么都是通过把这个电厂建设起来 那么运营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交给政府 其中来宾这个电厂呢 就是我们说的 整整运营了30年 就是我们说的最后 就是在近期呢 就是还给政府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比较成功的 就是早期的 这样子的一个BOT项目 然后之后呢 政府呢又追加 就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合作和投资 那么包括我们说到的 广深珠高速等等的 一系列的这些基建 都是采用这种BOT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BOT的这个方式中的 主要的几个参与人 一个当然毫无疑问就是政府了 我们知道的 那么政府呢 作为整个的一个项目主导 那么包括就是我们说项目的设立 包括我们说到的招投标 那么是不是采用BOT这个方式 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 BOT这个公司 它当然是处于中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对吧 整个的当项目 拿到特许精英权之后 如何去运作 包括我们说到的建设 整个有非常多的环节 那么都是由BOT公司来负责的 那么投资人就是我们说的BOT这个公司呢 它有很多私人资本那么投资 那么他们往往以权益的资本 那么成为了就是BOT公司的这样子的股东 那么还有银行或者是财团 因为项目很大 那么可能呢 就是他自己做一个投资人 他这一类权益的资本其实是不够的 他还要必须进行贷款 那么有可能这个项目很大 一个银行还不够 需要一个财团 那包括一些建设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是我们具体的来介绍 那么就是我们说到的 整个的一个项目 就是BOT项目的具体的 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角色 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政府 那么就是主体的 就是控制主体 那么他不仅呢 就是我们说设立这个项目 决定这个方式是不是BOT 那么包括中间呢 还有很多的监督 最后那么还有一个移交的过程 是移交给他的 那么BOT的这个公司呢 毫无疑问是执行的一个主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处在很中心的一个地位 整个项目的运作 筹资分包建设 那么包括运营 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那么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一些还债 偿债利息 那么都由他来进行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 BOT这个公司 那么投资人 那么他通过自己的 就是我们说出的这种资本金 那么参与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项目 有可能是30%到40之间 那么还有很多呢 是通过就是银行贷款 或者是一个银行团贷款来实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的一个BOT的详细的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运作的流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一个立项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政府呢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需求 那么我们说OK 那么我需要哪几个项目 那么我们设置好 那么是不是采用BOT的这个模式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立项的这个阶段 接着是招投标的这个阶段 那么进行招标 那么我们说的社会资本 私人资本可以参加 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私人资本 进行资格的审核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承建能力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说的运作的能力 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个审核 那么投标 那么投标过程中呢 是双方沟通 那么政府随时也会有很多问题 那么就是我们说 需要双方的这样子的协商 包括我们说的投标人 也有很多问题 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协商的 这样子的过程 最后呢 当然是中标了 中标之后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特许经营权的 这个问题 那么特许经营权呢 是需要很好的谈判的 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核心 其实就是这个特许经营的 这个问题 那么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特许经营的期限是多久 那么中间的这样子的 种种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这个谈判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根据这个特许经营合同 那么你才有建设 然后我们说的运营 最后是移交的过程 那我们说 BOT这个模式呢 它当然也是有自己的优缺点了 那么它的优点呢 很大的程度上 那么就体现在 它是一个公私合营的 这种混合经济的这个情况 那么一方面呢 我们说 它可以很好地 保持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为你引入了私人资本 包括整个的一个过程 都是一个竞争投标的过程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竞争过程 那么就引入了 市场机制的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它减少了 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个我们也说了 如果是传统的 就是政府 就是来运作的话 那么所有的 就是国家的 这些基建类项目 资源开发类项目 都是政府来主导 那么政府的财政呢 就是我们说压力就太大了 那么同时呢 就是我们说的 在整个的运营效率 包括就是引进 相近的管理经验方面 那么它都有非常多的优势 其实总体来说 就是两点 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 它可以很好的 就是减轻政府的 就是我们说的财政压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它提高了整个的一个 项目运作的 这个市场化的效率 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 那么BOT的很多项目 就是我们说的 这些基建类项目 它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循 那么周期又非常长 那么资金量也很大 那么风险规避 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说 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BT的模式 那么BT的模式 就少了O 那么很显然 就是我们说 它只有build 和transfer的这个过程 那么就是 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 政府通过招投标的 这个过程 把它可以外包 就是给就是 孙人资本就是来做 那么之后呢 就是我们说的 社会资本的 移交给政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没有运营的 这个阶段 那么很显然呢 就是我们说 这些私人资本呢 就通过事先的 这个协议 就是回购协议 那么获得相应的 就是我们说的资金 那么和一定的回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BT模式 其实上 它是有一些明显的缺陷的 那么虽然说 它在历史上呢 就是也完成了 非常多的项目 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就是我们说到的 整个的一个建设移交 那么它在就是 也发挥了很多历史的经验 那么当然它也有一些缺陷 比如说 那么它的费用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中间有层层的各种的环节 那么使它的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呢 融资的监管难度也比较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说了 那么在融资的这个情况 那么银行 银行或者银行团 那么给它融资 那么在建设过程中 一旦有一定的环节出错 那么后面移交的过程 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么之后呢 这个贷款就会出现 这个偿付的问题 所以说呢 就是现阶段呢 中国还没有明确的 这个法律法规 就是针对BT这个模式 那么怎么样子 有一个明确的 就是这个常贷的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融资监管的问题 那么它的分包的情况 也很严重 因为我们说 一般的政府呢 只跟项目的总的负责人 之间有关系 但是呢 具体的这种 拆系的这种分包呢 它并不是很了解 那么同时又有于 因为你没有运营的这部分 就是没有operate的这部分 我就移交回去了 那我为了就是 中间呢 要获得很多的 比较好一点的利润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建设质量不太好的 这个情况 所以说呢 就是现阶段 就是我们说13年之后 那么PP模式 就是这种政府和社会资本 推广的这个模式中 其实并不包括BT的这种模式 就是传统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像BOT这些 都还是在推广和运作 但是BT模式 就是没有包括了 那么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模式 我们可以看 就是都是顾名思义的 比如说BOOT和BOO 那BOOT呢 就是在BOT 中间还多一个O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O 就是它有私有化的 这个过程 那么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仍然是建设 那么就是私有化运营 然后最后还是 移交回政府的这个过程 所以一般说来 它在时间上 就会比较长一些 那么因为 它相对BOT的这个项目 那么运营的时间 那么就会比较长 另外一个是呢 就是所有权是有差别的 那么我们说 如果你把BOT看成 是一种很低的 就是民营资本 私有化的一个程度 那么BOOT呢 那么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中度的 因为它有中间的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拥有的这样子的过程 那么BOO呢 相对来说 就是最高等级的 就是我们说 相对更高一点的 这样子的 我们说的一个 私有化的程度 因为它没有transfer这个过程 它就是我们说建设完之后呢 就是在运营之后呢 就是我们说的私有化 是不强调 就是我们说的 交还给政府的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模式 比如说BTO 这可能是一些 外国投资者来建设的 那么它是建设之后 移交回给本国政府 由本国政府来垄断经营 或者说是跟外国这些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一起来运营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BTO 还有我们说的TOT 那么就没有build的 这个过程了 所以说它往往是针对 就是我们说已有项目 就是说 我这个项目已经有了 或者说是已经完成了 差不多了 那么OK 那么我可能先移交给你 就是你运营一段时间 再移交回来给我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到的 就是TOT的这个模式 那么通过就是我们说的 各类 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些模式 我们只是展示了部分 那么它实际上呢 就是它如何运作的这个过程 和它的名字呢 我们说都是紧密的相关的 那么具体的每一个就是项目 即使它们的方式是相同的 那么特许精英权的差异是不同 那么实际上的情况 也是很不一样的 好 好